说到芒果,你会想到什么? 是现在最流行的芒果干? 还是酸酸甜甜的芒果青? 亦或是冰冰凉凉的芒果冰呢? 今天就要来介绍这个常见的果树 以及很容易搞混的假芒果 芒果是热带常见的水果 大量分布在印度与马来西亚 台湾的芒果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被引进了 芒果是七素科芒果薯的植物 七素科的植物通常有乳汁 有部分的人会对七素科植物过敏 因为芒果的汁液中含有七分 接触皮肤的时候容易产生红肿疼痛症状 所以吃芒果的时候长辈们都会提醒 千万不要吃太多,对皮肤不好哦 芒果的花旗大约在冬季 花着生于筋的顶端 花小而多 果实中间有一个果核 形状依品种而有不同 叶子狭长尖端收尖 芯叶呈现紫红色 叶子搓揉后会有浓浓的芒果味 土芒果也是芒果青的原料 芒果青又称为情人果 但由于产季与价格的关系 常常会有佛手瓜混冲的情人果 于市面上流通的状况 然而佛手瓜与龙须菜的关系 又是另一个故事咯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海蒙果 海蒙果是甲竹桃科海蒙果鼠的植物 其实只要听到甲竹桃科的植物 就要有心理准备 它会有毒性以及乳汁 海蒙果分布在印度与东南亚国家 中国的广东一带也有分布 海蒙果是一种非常耐风与防潮的树 所以常被拿来当作防风树种 台湾常被拿来当作行道树使用 因为果实外观与芒果状脸 海蒙果也称作海芒果 不过海蒙果果实具有非常高的毒性 千万不要拿来食用哦 到底要怎么分辨两者呢 主要是花的外形 海蒙果的花呈现白色五列花瓣 花大约直径三公分左右 而芒果的花则是非常的细小 两者花旗也是不同 海蒙果盛开于春夏季 芒果则是于冬天开花 果实上的差异则是 海蒙果具有非常多的白色乳汁 且内果皮呈现木质纤维状 这个特征使得海蒙果可以随海传播 干燥后的海蒙果果实非常像一颗小椰子耶 看完以上的真假芒果后 你是不是也学会了一件事情 就是遇到有乳汁 而且你不认识的植物 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去吃它哦 因为乳汁常常伴随着毒性 一定要记住哦 最后 先别管谁给你芒果干了 我们先来一碗芒果清压压精吧 说到这里我的口水又流了满地 不说了 我先去吃了 拜拜 拜拜